字幕志愿者 杨栋梓 主持人 杨栋梓 其實我知道你的音樂路 最初都不是那麼Yes 帆風順 你也向不同的唱片公司自戰過 介不介意告訴我 你究竟自戰過多少次呢? 其實我已經不記得 我自戰過多少次 因為我只記得 其實GIF是兩年前 我是不是兩年前 應該是兩年前 六月開始 我自戰的 然後其實那個demo 我拿回來香港的那個demo 我在西加坡籌備了兩年左右 裡面有我寫的歌 我編的歌 我寫的詞 我自己唱 我自己錄 然後我混合了 然後我在當兵的時候 每一個星期 有一日假 我就會出來錄這隻demo 那我拿完這隻demo 回到香港 我就把每一間唱片公司 無特兒公司 總之有關於可能做到歌手的公司 我都在一本書裡 那在這本書 我就區域性地分 哦 九龍區有哪幾間 香港區有哪幾間 然後我是每一日都去那裡敲門 那其實很多次他們都會說 不好意思 我們同事不在 那其實他們很專業的 那他們就一定要做這個動作 不是任何人上來都說見就見的 那我就會永遠在那裡站在那裡等 那等 有些幾個小時 有些整天 如果整天的話 原來之後他們不來見我 那我第二天會回去 那有時候我會特意在lunch time那時候等他 因為你出來吃飯 我就可以見到你 就是這個是我的tactics 那我覺得這個是有一點點一個 element of surprise 如果你太正規去做 當然有它的好處 但是你不規則這樣去做 有時候人家會記得你 那我很記得有一個人問過我 他說 你不怕別人當你傻仔嗎 你不怕別人當你傻仔地笑 但是我就跟他說 至少因為我去到這裡 人家現在知道有個傻仔叫周欣恆 如果我不去 人家就會連這個傻仔是誰都不知道 那我覺得TOTAL reject了多少次 我真的不記得 但是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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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 但是我覺得很多次才是好的 因為很多次的rejection 才代表 人家都想去做那時候 人家都會被reject 然後到最後 如果我肯堅持到底 如果第一百零一次可以做到的 那個人99次放棄了 我就已經贏了 所以那個關鍵在這裡 我十年後 我會不會覺得今天我未夠努力 因為後悔是人生最痛苦的東西 所以大家要去努力做每一件事 要做到問心無愧 你覺得 如果還可以給得更多的 那你去做 因為十年後 如果你做不到的話 你後悔 這個痛是沒有人幫到你的 你臨走那一天 你都會永遠後悔著 為甚麼我當日未夠努力 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座 你找工作好 你interview好 每一件事都準備得最好 因為你不要讓自己有這個機會去讓自己後悔 我希望大家聽了我今天所說的 希望有令到大家有一點點覺得 我今天要做得更好 我明天的我 要比今天更好 我會兒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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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